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安排15幅住宅地于下个财政年度推出 年同一铁一局及私人市场的供应 料可供应约1.65万个住宅单位 然下财年商业用地供应值大减 只安排出售约520万方尺楼面 教本年度大削于四成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下财年卖地计划内将安排出售15幅住宅地及3幅商业用地 住宅地料可兴建约6000个住宅单位 回顾政府于去年公布的本财年卖地计划 预计共提供15幅住宅用地及6幅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约可建约7350个单位 商业地侧约提供897.4万方尺商业楼面 换言之 政府下财年透过卖地计划所作的预算供应 住宅及商业各减约18.4%及42.4% 不过 由于政府在住宅供应方面 会以长远房屋策略督道委员会所定供应目标作指标 本财年及下财年军事约1.29万个单位 随时建局刚公布推出大角咀像树街及埃华街项目招收意向 下月10日截止时 本财年的供应料可超标完成 会得封地产主席兼地建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堅相信下财年应不会有大型地皮可以推售 而即使政府将商业或酒店用地改作住宅用途 又或田海等 都需要时间去完成 依然是远水不能够近火 他希望政府真能的起心肝去制定土地供应计划 高力国际香港及大湾区研究部主管邓淑然表示 下财年的潜在单位供应教本财年的1.57万个多800个 又将启德商业地改住宅用途 然根据政府往迹 均不会全部售出该年度卖地计划内的土地 故实际仍难解决短期房屋供求失衡问题 对于下财年大减商业楼面供应 他认为主要是过去两年甲级写字楼储下行周期 整体租金较前年高峰时下跌于20% 故减慢推商业地市可以理解 细邦毅理事香港研究部主管陈感平表示 政府进一步减少私人住宅用地供应 或导致2025年至2027年中期住宅供应短缺 然却有利流价平稳发展 来方执行董事林浩文认为 如启得地皮能加快于年内推出 可增加政府的卖地收入 此外 根据政府昨日公布的帐目资料显示 本财年地价收入约有870.46亿元 较上财年的1417.28亿元 降39% 当中卖地收入4余55% 指鹿536.16亿元 百分之国 下载 单 公布 1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